生存还是死亡 被漂还是回家 炒饭还是拉面 二选一你都这么犹豫 那如果是几千选一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古代皇帝在每天面对几千后宫家历时 是如何选择的 Ready 下载看前APP 看一万部有趣的精彩视频 Go 周朝的时候人们坐视之前 一般都喜欢夜观天象一侧吉凶 甚至就连帝王每天去哪个妃子的房间睡觉 都要根据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决定 所以专宠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基本上都做到了玉露君展 汉朝的时候皇宫里有件奇怪的事 当时的宫女儿基本上都是穿开装裤的 为什么呢 这当然是为了方便皇帝嘿嘿嘿了 后来汉朝帝时 霍光为了让皇帝专宠自己的外甥女儿 宫女们终于不用穿开装裤了 未进时期 金武帝司马炎每天都在为去哪个房间过夜而烦恼 后来他决定 让羊来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想象一下进朝的皇宫的晚上 司马炎这位大哥开着豪华洋车在皇宫里飙车 最后羊停在哪个妃子寝宫附近 就去这个妃子那儿过夜 一切决断 全凭羊的喜好 唐朝的唐玄宗 选择流宿的方法多种多样 想要让他宠幸自己 你必须有一身好的堵树 当时的骰子在宫里被称为梅人 因为妃子之间玩骰子赢了 就可以得到唐玄宗的宠幸 想要装宠 光有堵树还是不够的 你还要招蝴蝶的喜欢 唐玄宗经常让妃嫔们头戴鲜花 然后放飞一只他亲手捉来的蝴蝶 蝴蝶停在那个妃嫔身上 那个妃嫔就可以独霸龙体一碗 当然 这是在认识杨绿环之前呀 相比于被动苦等皇帝宠幸 倒不如抓住机会主动出击 成功率高 宋朝宋真宗就有一位 喜欢主动出击的李晨飞 她利用了宋真宗 想要个儿子的想法 说自己做梦生了个儿子 听完之后 宋真宗就高兴地说 我来成全你吧 于是李晨飞因此而得性 神奇的是李晨飞 隔年真的生下了皇子 这要是生了个女儿 那可就是欺君大罪呀 明朝皇帝的过夜权 掌握在皇后的手里 皇帝如果想去哪个妃子那过夜 必须要拿着皇后写好的文书才能去 而且上面还要盖上皇后的公章 不是朕不宠爱爱妃 只是最近皇后管得严呢 清朝的时候 皇帝每逢初一十五 必须到皇后的房间过夜 彰显皇后的地位 而平时呢 就要通过分牌子来决定 哪个妃子来侍寝了 分牌子时 几十个牌子都放在一个银盘子里 由静氏房的太监乘上 由于只能看到牌子看不到人 所以清朝的很多妃子 都要贿赂静氏房的太监 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牌子 放在醒目的地方 增加被翻牌的几率 这主的当的 竟然要反够贿赂奴才了 受罪 选择多了 苦恼也多了 这也就是现代社会 人们幸福感不高的 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们都知道 古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何用一百秒时间 搞清楚古人 曲妻纳妾那些事呢 关注看见微信公众号 回复曲妻纳妾 你就知道了 The End